又 又没油了 到底是谁 天天偷我汽油 我刚家的酒吧呀 全没了 什么酒吧 校长 你的酒吧可以没了 是我车里的汽油 上周我天天加油 油却每天都少一半 昨天我干脆不开车了 结果今天一开 还是没油 半路抛锚 我推了一个小时才回来 都说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这偷油贼 一点都不讲武德呀 这个贼太过分了 看我不让警察总志 来收拾他 这个贼天天偷油 可以让警察叔叔 来一个守株再吐 想想就刺一遍 怪小豆 你怎么在这 不是抓偷油贼吗 这么刺激的热闹 哦不 抓贼现场 我怎么能错过呢 都别吵了 现在也不好出去 就先这样吧 刚才我去查了监控 没看见偷油贼 但是你的车 前几天晚上 确实被人开走了 天亮了才回来 哦 不是偷油 是偷开车 他怎么会有车钥匙呢 我最近都住在学校宿舍的 晚上都没出门 我也不知道呀 那现在就只能等了 有人来了 这不就是车主吗 我还以为是偷车贼呢 不对呀 如果是车主 为什么会认不出自己的车呢 还要一个个拉车门 车太多了 记不清了吧 那也应该有钥匙才对呀 感觉这个车不是他的 呃 我也觉得那个车 有点眼熟 哦 我想起来了 那个车是熊主任的 他把熊主任的车 开走啊 他是偷车贼 没事 我现在立刻让人拦截他 他刚才交代了 他确实每天晚上都会观察 谁的车没锁 或者留下了备用钥匙 然后偷偷开出去玩 哦 我确实总是忘记锁车 车上也放了备用钥匙 备用钥匙放车上 那卖一车锁了 备用钥匙 还有什么用 呃 那个那个 哼 就算我不锁车 他也不能偷偷开我的车呀 那是违法的 新加满的油 他给我用的 一点都不剩 你当别人是傻子吗 我是喜欢开车 出去兜风 可是我回来的时候 都会把车洗干净 再加满油 可是你的车 我每次开的时候 都快没油了 差点回不来 所以 我都不想开你车了 不信 你们看我的付款记录 还真是天天给我加油 就算这样 你也是违法的 万一车子出了意外 损失 还是由车主承担 如果有坏人 把车子开出去 做了违法的事 歌主也是要负责任的 那就这么严重 那我以后 还是老老实实的 关窗户 锁车门 藏好备用钥匙 所以 我的汽油 到底是怎么丢的呀 总不会凭空消失了吧 监控显示 昨天晚上 确实没人开过你的车 不过 奇怪的是 昨天晚上 你的车灯亮了 可能有人上了车 却没拍到人 奇怪 车灯亮了 却没拍到人 灵异事件呀 好吓人 哪有什么灵异事件 我们在车子上 找找线索 校长 你的油箱口 全都是灰 没有指纹 油应该不是被抽走 而是被用掉了 校长 你看看你车子的里程数 有没有变化 我们可以推测一下 它的活动范面 奇怪了 里程数 没有变化 光耗油 却没开车 还说不是灵异事件 不是不是 车里只要开空调和冷气 就会耗油 难道校长的汽油 是被人吹空调吹煤的 那我们继续 手朱带兔 真舒服 舒服吧 抓到你了 怪不得监控 没拍到 原来是个孩子 放开我放开我 我可是未成年 我们又不打你 就算是未成年 你用了别人的车 你爸爸妈妈 也是要赔钱的 烦了 要被收拾了 我 还给你带你 感谢观看